台灣的核電廠在海嘯來襲的時候要關門 避海嘯竟然得要花30分鐘的時間 剛剛馬總統也要求大家要來做檢討 情況如何立刻連線到立法院請林佳元來告訴我們 佳元 好 馬英九總統今天呢 第二天舉辦這個日本災害應變小組的會議 他也表示說呢 包括核一場之前開放的時候 竟然這個防海嘯閘門要關30分鐘 他也覺得很誇張 一場的這個防海嘯閘門的問題 其實很快的就解決了 但是我們必須要反省 為什麼當初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這種情況一發生 尤其是在時間很短促的時候呢 還是會造成民眾的疑慮跟驚恐 帶來不必要的誤會 同樣的 我們應該多讓民眾了解 目前在台灣 受到的核災的機會並不大 不必過度的恐慌 而造成生活的失序 好的 不止這個核電廠的問題喔 美國呢 也撤僑了 而且還撤來台灣 台灣呢 包括外交部還有相關單位 都給他一些通關的禮遇 不過呢 反倒於台灣的一些僑民在東京呢 都沒有撤僑的計劃 引發 濾尾 希莉塔法 我們大規模去協助美國撤僑的所有的一個配合動作 但是我們居然沒有看到我們台灣去做我們自己撤僑 甚至我們所有的相關台灣僑胞是要透過別人的專機 然後回到自己的國家 甚至是去到別的地方 我想這個對我們來講實在是一種很大的諷刺 好 台灣不撤僑 衛照部甚至說日本天皇還在那裡啊 幹嘛要撤僑 難道要叫翁建玉 歐陽菲菲這些人也一起撤僑嗎 這樣的說法喔 那讓綠尾呢 還有包括了很多人喔 都有點看不下去 把鏡頭先交還彭妮主播 好 我們謝謝佳元 那我們來看到來自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